各位伙伴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上论语 那首先呢我们的主题是 子游曰 弑君朔 思路仪 朋友朔 思书仪 这个 大概的意思是说 与上级共事 跟朋友相处 如有状况的时候 我们到底要怎么劝谏 才不会被讨厌 变成没有朋友 子游 那我们来看一下子游 他这个人呢 他叫炎眼 至子游 春秋无国人 尊称炎子 小孔子45岁 是孔门的使者之一 孔门有四颗使者 那 孔子对他称赞 有一次子游在武城 当县令 当臣宰 那听到孔子到武城的时候 听到 有音乐出来 孔子就称赞 歌姬应用牛刀 杀姬哪里需要用到牛刀呢 再来 在之前的文章中 论语 他说 金之孔子只由问孔 金之孔子 是为能 是为能样 至于全马 皆能有样 不敬 何以别乎 今天所谓的孔顺呢 是说 可以能够 奉养父母 但是呢 他对于 狗 跟马 他也能够 养 他也能够 给他们食物 那如果这样来看的话 这里面如果没有敬意 有什么区别呢 这是子游的画像 好 那孔蒙的四科 是哪四科 德信科 言语科 正式科 文学科 子游 正式 文学科 好 那子游曰 诗经朔 诗路仪 朋友朔 诗书仪 那我们来看他的字面上的解释 朔 因朔 他是动词 意思是 平反的劝谏 一而再 再而三 一直劝 那路呢 是动词 他意思是说 招致修路 书 也是动词 他意思是 招致疏远 诗经朔 若诗书仪 这句话的字意解释是 侍奉君主 平反的劝谏 导致自己 招致修路了 或自己招致修路了 朋友朔 诗书仪 他的字意上是说 与朋友交往 平反的劝谏 自己招致了 疏离 那问题是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做 才不会招致修路跟疏离呢 先进篇 论语第22章 跟我们提 子曰 所谓大臣者 已道士君 不可择职 所谓大臣 就是用道 来侍奉君主 君主不认同 不认可的话 就停止劝谏 言言曰 言言篇 论语第23章 子共问有 子曰 终固而善导之 不可择职 无字入焉 给你的朋友忠告 但是寻寻善诱 让他能够 规劝他 朋友不接受 不愿意 就停止 不要再说了 不要自取取路了 那结语呢 不可择职 对方不接受 不愿意 就停止 那作为下集 作为朋友 我们当然有义务劝见 因为是我们的朋友 是我们的上级 对方不听 不采那意见 就停止 他不可 这就是不可的意思 那我们就停止 不要再说了 话说到了 意境到了 这样就好 正有 会导致不痛快 忠言逆耳利于行 但是他会伤何气 那我们的问题是 那么有没有成功 劝谏的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劝谏的意书 时间呢 是春秋 人呢 总共有三个人 齐景宫 竹舟跟燕子 那事情呢 是竹舟 看顾齐景宫的爱鸟 他让鸟飞了 所以他失职 竹舟有罪 因为他让 齐景宫的爱鸟 不见了 而且他是 看鸟的官 但是他罪不当猪 不应该死掉 那咧 燕子呢 他就请求 急警宫允许 数落 竹舟的罪状 他往往讲出来 而且要一五一十的列出来 这样才能够让竹舟死个明白 也能够让众人心服口服 第1条罪状 竹舟 女为君王管鸟 却失职 把鸟飞了 弄丢了鸟 这是第1个罪状 第2个罪状 你让君王为了几只鸟而杀人 这是你第2条罪喔 第3个 你让其他的诸侯王 听到这件事 他就会责备大王 责备齐景宫大王 众鸟亲人 众是鸟 而轻视人命 这是你三大罪状 所以你一定要死 齐景宫听完了 他就转怒回馈 挥手说 不杀了 不杀了 我已经明白你的意思 所以这时候 我们可以想想看喔 这时候燕子用到了技巧 各位可以想一想 再来第2个例子 时间呢 去清朝 我们近代啊 人是宫中亲王 武戏子 就是演武戏的戏子 或者是 演戏的义仁 还有孙菊仙 这三种人 事情是发生在 宫中亲王要 武戏子喔 就是表演的艺人喔 到台面下 台下 戏台下面啊 来表演武打场景 他有重重的赏资 那问题是 问题是 戏台下面都是 硬的石头 如果用 不小心喔 就会摔伤 然后摔伤腰骨 腰也会受伤啊 骨头也会受伤 好 可是呢 宫中亲王非常坚持 非常坚持 希望他们赶快下来 而且 一直催促 并带人啊 并 要求重人啊 赶快去带赏赢过来 表演的好 马上就赏了 就赏了 好 这时候坐在旁边的孙菊仙就说啦 你们好好的打 打完了啊 王爷不但会赏你们一定银子 而且还会赏你们一人啊 每个人一铁膏药 那 亲王一听到膏药 就一直在笑了 他就知道他的意思了 就不要求了 你就不用下来了 所以你开始想想想看 这时候呢 孙菊仙用到的技巧是什么 好 那这是我们的资料来源 好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